顶星不只让台湾民众愤怒 现在连大陆的媒体都大篇幅地报道 像是北京的官媒 新京报是火力全开 痛批顶星是无良的企业 那么大陆的央视 更是以长达六分钟的深入报道 台湾现在正在展开抵制顶星的行动 说到顶星集团 这是台湾知名的大食品公司 他们的产品早就渗透到 台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像知名的饱素斋油品 林凤云牛奶 饮料备纳送 每日C果汁等等 详细地指出 点心从越南进口饲料油 混装成食品油 点心黑心油事件越演越烈 大陆央视也播出 长达六分钟的系列新闻 还强调台湾抵制点心的行动 这波舆论在大陆蔓延 甚至上海卫视也开炮 250吨来自台湾的 低歌油设施企业的饮料和酱油 在厦门海关官员的全程监管之下 于昨天装船全部退运台湾 陆媒铺天盖地报导 影响不容小觑 翻开顶心去年营收 台湾只占12% 大陆是最大腹地 高达九成 4000亿的营收 对康师傅才是大冲击 康师傅第三季 它的所谓的短期负债 竟然高达了1300亿元 所以如果当它的商品 出现了一个销售自销的状况的时候 那它的现金流就会出现问题 看来危机还不小 因为中国大陆打黑心商品从不手软 像是黑心油 无关的酱油和饮料都被退货 台湾为全产品短时间 无法在大陆销售 国家制检部门已经公告出来了 不暂停受理这些方面的通关手续 所以说他们领取不到 入境货物通关单的信息 尽管康师傅的方便面 在大陆市占还是第一 但黑心风暴也外传大陆 可能建立使力抑制台商 一方面扶持大陆本土企业 必须得建立在中国消费者 也加入这一次的所谓的灭底行动 那才有可能对康师傅 甚至顶心的位家 有一定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力 为了止血 康师傅已声明 没有从台湾进口泡面原料 挽救商育 但台湾食品市场 却因为顶心赔上国际形象跟产值 整个食品业的营业额 大概会减少124亿左右 会减少124亿 当然还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国内市场大概减少102亿 剩下的是外销的市场 面对两岸铺天盖地而来的 反黑心商品氛围 看来顶心位家短期间 恐怕很难平息众怒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不动 感谢观看